129 《文匯報》 控前僱主一趟成名鼓勵女性站出來 2015年7月12日國際A12包康如起訴前僱主海鵬話 性別歧視一趟受到全球關注 雖然法庭今年3月判他敗訴 但足以引起外界關注直谷以至科技業界歧視女性的風氣 更鼓勵了曾在Twitter及Facebook等科網企業任職的女性站出來 指控前僱主歧視使包康如獲得直谷女權鬥士的稱號 包康如未有透露離開Reddit後有何打算 據報他已準備為KPCB一趟提出上訴 包康如2012年日品法院指控KPCB因性別歧視剝奪其晉升機會 在他投訴和入品後更解僱他作為報復 又指公司內部有明顯的性別歧視 KPCB反指包康如不獲晉升 純粹因爲他工作能力未符合要求 結果陪審團不接納包康如的說法 裁定他敗訴被追討堂費他放棄上訴 KPCB增向他追討近100萬美元 約775萬港元 唐費 又稱若他願放棄上訴的權利 可豁免者不費用 不過包康如拒絕 同時質疑 KPCB誇大唐費 法官同意把KPCB可追討費用減至27.6萬美元 約214萬港元 紐約時報 微報